大家好,我是莎西 这两天时间和我爸做了四个这种钢管大棚 图快,但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而且有两个问题还是不可疑的 民众影响,后续操作 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希望想做这种钢管大棚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第一个问题我们就犯的比较白痴了 因为我们大棚的设计宽度是8米 然后我们的薄蒙刚好也是8米 然后弯管的时候 从这里弯度上去 我们也是弯的8米 所以到最后那个薄蒙就把这个盖不牢了 因为这个鸭条 鸭条本来这根就鸭条 本来应该是钻在这个位置的 大家雨水那些好留下来 但是我们因为弯错了 所以说就把鸭条弄到上面来了 这个是不是有点白痴 不过我们这里冬天它不会下雪 然后雨那些也不会很大 夏天有风有雨的时候 可能我们也会把这个毛毛给去掉 因为太热了 所以说就将就作用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要做这种钢管大方的朋友 自己这方面一定要考虑清楚 用什么材料 不要搞得像我们一样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管子弯得太狠了 然后上面就有点平 那个时候没考虑清楚 由于我们那个两边弯得太狠 这上面太有点平 然后这个顶干 把这个上面顶上去的时候就很费事 所以朋友们做的时候 可能要考虑到自己大棚设计的高度了 那边两边不能弯得太狠 当然肯定也不能说弯得太直了 自己要有一定的高度 不过就像刚才说的 我们这里自然条件没那么恶连 就只能将就作用了 这两个大棚挨在一起 由于我们这个土地太窄了 太短了 我们打算把它给两个大棚这样连起来 但是我还不知道怎么连在 是吧 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朋友 就是做连棚 这两个大棚连起来 然后让里面的那个空间大一点 量温度可能会高一点 好的朋友们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